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家的好处的融入到了喜剧中 欢乐又不缺乏真实 而通过男女主人设来看 这部电影也十分现实 其中任素希饰演女主默默 作为大龄女青年 在长期对外界的剪影之下 她早已忘记该如何去温柔 而男主作为标准北漂一个失败者 面对工作生活的种种压力 她没想象中的勇敢 两人的人设也完美契合了 内心过年回家 会被家人亲戚拉着念的青年男女 但其实普通的人设也并不普通 毕竟现实生活中都能看到的人 为什么大家还要选择 花电影票来看呢 所以在影片中 导演也给了两个人生一束光 爱恋女主的小学弟 开始邀请她起家吃饭 而这边男主也遇到了爱情 就这样苦哈哈的人生 搭上了半个喜剧这个台 除此之外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生中 常见的场景 女主被打电话催婚 闹到最后跟家里人不欢而散 被逼相亲对象也是十分奇葩 男主见到千里迢迢 来探望自己的妈妈 结果没说几句话 对方便从工作到对象念叨个遍 还得听着 我都是为了你 这样用爱学实的话语 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人生也不无存在这样的戏剧性 女主觉得单身挺好 主要是因为不敢爱 男主为了户口静折腰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 也是屡屡常见 在这部电影中 男女主代表大家各自生活中的痛点 当然除了她们之外 其他角色的设定也都很鲜活 没有人是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 她们的出现既生动深刻 同时又倾向好笑 这才是半个喜剧真正立稳了 现实与喜剧平衡的原因 除了让人爆笑的包袱之外 这部电影的喜还存在于现实压力中 男女主她们面对现实 都有着自己不可推让的底线 正是因为如此 两人的相遇也许这个电影更加美好 更加符合大家对于美好的期待 无论现实的我们有多好笑 无论生活里遇上多少扎心的事情 唯有真爱不可辜负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介绍你对这部电影是否感兴趣呢 欢迎大家前去影院支持这部电影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